今天是北极时间2024年2月6号 然后距离春节呢 农历纳月30还有不到三天时间 也是今天就是纳月27了 带大家看看武汉街头的一个情况吧 今天呢大雪已经下完了 可以看到路面的雪都已经被产出的非常干净 城市主干道中山大道这里呢 所有的雪都已经被产掉了 看到没有 大家出行是畅通无阻啊 这是多少人彻夜未眠的一个成果 真的为这些人点赞吧 至今一线的工作人员 他们真的非常不容易 天寒地冻的 谁都想在家里面老婆还直接看头 但他们还是不顾任何的一个想法 就直接出来在这边藏雪了 就是为了保障大家正常出门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喜得为他们点赞 看这边的路面呢 是不是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畅通无阻 你看刚下雪的时候 路面都不敢走啊 是不是 那个时候啊 武汉下的其实是一场冻雨 说实话 还有人说啊 高速上面为什么没人藏雪 火车为什么会晚点呢 说实话很多人不理解 因为湖北这边的雪啊 跟北方的雪它不一样 因为湖北这边地方它是 既靠北方的最南部 又是南方的最北部 所以就不难不北 看这地面上呢 就有点全部都是那个防滑电 真的是严实合逢啊 想的真周到 这些中老年朋友啊 坐地铁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滑岛摔伤了 它是直接铺到里面去了 里面直到干的位置 湿的位置是直接全铺好的 看看这厚厚的雪 都开始化了啊 然后这边呢 是武汉的江汉路地铁站 也是武汉的最大的一个站吧 因为这里有两条地铁线 人流量最密集的 因为这旁边的步行街上面 人流量倒是有好几万人的 如果大家想看江汉路步行街 街上的情况 就看我之前的视频吧 然后也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 我是也有记录的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树干上面是没有树叶的 不知道你们最近在网上看到没有啊 好多种树干的树枝都断掉了 就是因为这个洞雨下来之后啊 结了一层冰 然后这个树枝承受不住 看到没有 然后现在这个路况就非常好了 大家可以正常出行了 前两天的地铁里面都被挤爆了 主要是因为路面呢 又一直在下雪 然后又结冰了 所以呢就不好开车 但这种情况已经好转了 慢慢都在开始变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也祝愿大家啊 能够早日回家团聚 在外漂泊的游子 谁也不容易 看到这边的雪 看到没有 上面都有一层厚厚的冰呢 希望它早日化 对这些植物也是一种伤害啊 看到没有 听说还有好多那个村里面的一些情况 就是啊 别的村里面 湖北周边那些村 有些树干呢 倒了之后把电线呢 给它压断了 然后倒这地方停电 你说本来晚上就冷 然后湖北呢 又没有供暖 因为它不像 嗯 北方那边有供暖吧 然后可以看看这个地上的地毯啊 全部都铺满了 是不是多么的心细啊 岩石河缝啊 看到没有 这样才不会滑倒摔伤 为大武汉点赞吧 多么的不容易啊 再让大家环顾一周看一看 前面是隋唐美食街 对面是海皮站台 就在前面 马路上基本上是没有积雪了 全部干干净净 这是多少人辛苦的付出啊 请为他们点赞吧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